那我請教一下佳龍大哥 這次美國打台灣牌 是打得非常的鮮明跟有節奏 對 先讓我們整理一下局面 發現美國在突出台灣的角色 他真正在做的事情 我把它稱為 推動美台關係正常化 關係正常化這個名詞 在70年代有用過 就是美國跟中共進行關係正常化 雖然當時跟中華民國 保有正常的那個外交關係 但是呢 跟中共有開始私質來往 現在倒過來 現在準備跟台灣 推動關係正常化 那麼這裡面有兩個要點 一個叫做官方化 就是部長級或者政務官 開始來會面 討論相關的議題 第二個呢 是這種會面會常態化 像現在短短的一個半月 出現了三次中二的會晤 那麼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很明顯 美國是在踩北京的紅線 那麼這裡面有一個要點 就是他美國可能在準備修改 原來他自己的所謂的一個中國政策 那這裡呢 一個中國政策 我們也談過 就是跟北京講的一個中國原則 不是同一個事情 一個中國政策是美國的政策 它的內容由美國下定義 美國說了算 那麼這個本質呢 是進一步是在挑戰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合法性 所以這裡面才會引申出 美國要跟台灣那個進入邦交關係 跟要不要加入聯合國這樣的議題 然後現在我們看那個三次的會面 衛生部長來台灣 然後國務次卿來台灣 這個都是有業務的性質 就是一個要談疫情的對抗 一個要談供應鏈重組 相關的議題 最敏感的其實是聯合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 跟我們的紐約處的處長的 這個見面 這是最敏感的 那所以呢 這裡面的敏感性呢 連結到蕭美琴 在那個非正式場合 把推特上面自己稱 是台灣駐美大使 這個有預告的作用啦 說不定這個國務次卿來 可能已經在擦盤推演這個事情 那國務次卿來的話 我們接下去看到 他其實我把它說 有三項任務 第一項任務毫無疑問 我們看那個照片看出來 在合照的時候 晚宴合照的時候 在蔡英文跟國務次卿的中間 居然是張宗謀 所以可見張宗謀這個問題 是一個會談的重要議題 我先打個唱 這張照片 感覺主人家是張宗謀 我們來看照片都是這樣的 主人家站中間 最大位嘛 如果大家不知道這個場景 大家可能還以為是 張宗謀請兩位主客吃飯 對不對 那張宗謀站了一個最中間 然後張宗謀站在這裡頭 最中間 顯然就有相當大的 一個深度的意涵 這個非常的不尋常 不有這種情面 因為主人其實是蔡英文 主客是國務次卿 結果張宗謀居然站在最中間 這個非常不尋常 可見第一個 我們可以大膽的猜想 這個重要的議題 就是台積電去美國 亞利桑那州投資這件事情 那這個應該是這樣 就是台積電不是單獨去 過去設廠 應該是把它的 比如說設備供應商 它的上游 它的下游 封裝測試等等 整個產業聚落跟著過去 而不是單獨去設一個廠 那這樣子的結果呢 就會把我們新竹科學園區的 這個群聚效應呢 在美國複製 第二項任務呢 這個是要把傳統製造業 台商再從中國撤出來 因為美國不斷的在推動 這個製造業撤離中國 這個計畫嘛 那麼那個台商肯定是操盤手 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不要台商企圖兩邊賺錢 電子業靠向美國 傳統產業又在中國繼續做生意 這樣子的話 美國是不爽的 那第三個呢 就是說第三個任務 可能是要台灣政府 把紅色滲透 能夠在台灣做適當的清洗 就是說不要讓中共 把統戰的手伸進台灣 所以呢 它這裡有三項 那個可以看得出來的任務 但是呢 它可能有第四項任務 就是告訴台灣這邊 要有心理準備 如果將來真的推動關係正常化下去 真的有正式的邦交的話 甚至於要加入聯合國的話 那麼要推估一下 中共那邊可能的反應 台灣這邊要有做準備 所以呢 這個蔡英文講出那句話 就是台灣有決心 踏出關鍵的一步 他還講到另外一句話 就是那個國家主權寸步不讓 所以可見美國已經在私底下 跟蔡英文討論到這個 那麼既然我們看出來 美國一再刺激中共的結果 就是說 他讓中共覺得川普 有選情上的那個擔憂 可能這個必須這個 有對外的軍事衝突 來轉移內部壓力 然後來幫自己助選 那中共理解這個道理 所以呢 他應該不會讓川普如願 不會讓美軍師出有名 所以我估計他會暫時忍耐 透過美國大選再說 但是這個邏輯 可能我們之前也談過 川普也看得懂 所以川普有可能在大選之前 步步進逼得寸進尺 制定了中共這短期內 短期內會忍耐 那麼美國營造全球反共大聯盟 其實有兩個那個破口 一個是德國 一個是韓國 那我們現在看歐洲的德國呢 因為9月14號 那個習近平跟那個歐洲三個領導人 有一個視訊會議 結果談得很不愉快 那莫克爾現在可能是要歸隊了 就是站回美國這邊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呢 因為德國跟韓國都有美國駐軍 理論上他不可能跟美國一直暢緩掉 所以我以歐洲做例子的話 歐洲的做法通常是 比如說先靠向中國市場 從中國這邊拿到一些好處 美國不舒服 美國出來講話 美國出來開條件 歐洲就站回美國這邊 這個目前德國的劇本就是這樣演 那麼現在我們看整個美中對抗裡面 最大的缺口在哪裡呢 德國 韓國我們講過了 其實最大缺口是台灣 所以他這一次從疫情的處理 從那個供應鏈的這個 重新布局 重組 到最後的話 意識形態跟地緣政治的認可 美國把台灣這個缺口補上來以後 然後他整個對中國的對抗 可以說完成整個佈局 那我們現在要注意到說 中國的競爭力在下滑 失業跟債務危機在上升 現在很可能在經濟跟財政壓力之下 他會有內暴型的經濟危機 所以估計他對台灣動武的可能性 應該是負擔會很重的 好 我們稍後回來